全国公资理事会公布最新工资指导原则 理事会建议为20%的最低收入群体 加薪至少5.5%到7.5% 也就是介于100到120元 是历年来最高数额 为确保工资可持续增长 理事会呼吁雇主重新设计工作岗位 员工也需要积极接受培训和提升技能 政府已接受理事会的建议 来看陈思权的报道 全国公资理事会在记者会上表示 雇主应根据公司业绩和员工表现 给予员工加薪以及常年可变动花红作为奖励 理事会建议雇主为薪资2500元及以下的员工 加薪5.5%到7.5% 或至少100到120元之间 以较高数额为准 生活费的上场 我们也希望这个指导原则会给雇主和雇友们 一个提醒就是要怎样抓紧机会 怎样提高生产力 也是怎样分享要是表现好的公司 怎样分享 例如提高薪金和花红 公司如果你没有办法提高你这个加薪的话 你也很难维持员工存在你公司 的号召是说你必须 争取这些设备提高你的生产力 把你的业务的表现提高 因为人口不停地在减少 那么老化这些局势是不能过短期 可能长期也不能更改的倾向 新指导原则在今年12月1号到明年11月30号之间生效 上一轮指导原则出炉后 达到建议薪资涨幅的雇主比率达27.6% 其他每达标的涨幅平均为4.8%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璇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广